Hello 大家好 很久沒跟大家錄這個美容化妝的影片 一陣子沒跟大家分享這些健康提示 有很多朋友在PA網 包括在IG Sharon你何時錄 真是很掛念 說真的 我們這條頻道 當然星期一讀書live是王牌節目 大家就追著看 另外講健康美容的分享 其實這些資訊都是大家很喜歡看的 男人也喜歡看 女人也喜歡看 我確實真是不好意思 我又不是賴的 因為過去做多了一個Gallery 做多一飯 其實人的RAM數真的用得很盡 所以有很多東西都follow了 包括原來這一類的影片 這些健康美容分享的影片 其實我想我起碼九個月沒有錄 真是不好意思 整件事忘記了 朋友我也少見了 因為太忙了 但是我今天錄這條影片 確實是有些東西想跟大家分享 因為我們不會無病生淫的 我們真的有些東西想說 最近我有一個很有趣的飯局 和幾個舊朋友吃飯 有舊朋友 有新朋友 當中有一位就是葉朗晴 其實都認識了一段時間 她說很久沒見Sharon 她說你的皮膚真是好 其實我相信葉先生就是大家都 雖然不知盧珊真面目 但一定是久聞她的大名 我自己都是她的粉絲 我很喜歡看她寫的文章 即是很划算 很囂張 很笑 她知道的東西有很多 她知道的八卦東西更加多 所以她說她很欣賞 她說你的皮膚真是好 這個確實是 因為你知道了 過去三年封鎖 你戴著面膜 你有三分二的臉 都是見不到人的 所以你化不化妝 你狀態是怎樣 你是騙到人的 即是你不脫口罩 但是現在是逆後的世界 你就要以真面目去見人了 我不知道你習不習慣 即是不再戴口罩了 即是要拿你的實力出來見街坊的時候 你習不習慣呢 你又覺得怎樣呢 我自己其實是 即是如果你們看我的YouTube片 是跟了我三年的朋友 因為我這個YouTube片 今年剛剛三年了 那三年前和三年後 其實我上鏡的時候 那個打扮很明顯是不同的 即是我剛開始的時候 那時候就鎖掉了 那鎖掉的時候 沒有什麼機會化妝 也沒有什麼機會裝美 於是我錄片的時候 都很刻意去打扮一下 即是滿足一下自己 即是上班出街 不能打扮那種心態 所以我是全面膜的 即是我未至於說很濃妝 但是全面膜 即是 塗了眼睛 嘴巴等等 但是你會發現 即是這三年之後 即到現在 我想你看回我最近 近幾個月的影片 其實你會看到我的妝 其實是愈化愈淡愈淡的 那我現在化妝的狀態 是怎麼樣呢 基本上就是 就是 我是嚴格來說 我是只有 很少 我想是化 即是我這麼說 我是化很少的 就是一個粉底 粉底 怎麼都要塗的 還有我是加這個 這個是我的新發現 這個是很棒的 這個是Globiotic的 一個叫做Cream Oil 這個Cream Oil 稍後我就可以再重點 跟大家介紹一下 怎樣用 因為這個好處 它很棒的地方 是什麼呢 我擠一點點給你看 你看看 咦 是否粉紅色 是否有色的 哎呀 擠得太大劈 一噴又這麼多 其實它是完全沒有色 它完全沒有色 但是呢 它是很亮的 真的 我不知道你能否感覺到 但是呢 如果你試試塗在臉上 就更加正 那我現在的做法 是真的 很少粉 然後呢 就加 一噴這個 因為它呢 很潤 它很水潤 即是它不說水潤 因為其實是Oil Cream Oil 但它又不是去到一些 真的塗那些油 那種那麼油的感覺 它是 水的感覺強一點的 那麼 一部分是油 但是水的感覺是強一點 不黏的 那我就混在我自己的粉上 粉底其實我都很少 然後呢 我就好像 塗Cream那樣 搓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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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搓 基本上我妝就完成了 那我就塗那條尾 這樣 一個很淡的妝 當然塗那些唇膏 一個很淡的妝 唇膏很重要 等一下要跟大家說 所以你會見到我呢 就是由之前的Full Makeup 三年前和你們錄片的時候 Full Makeup 到現在呢 基本上就是一個很少的妝 就是完全是顯示我皮膚的實力 是堅韌的 那 說真的那句 你想想 其實一個世界是簡約的世界 你現在穿衣服 你是不是比以前三年前 你Casual了很多 其實整件事情是越來越Casual 無論 例如Events 去Events 那些 以前都是很隆重的 那些衣服 不知道 很多層類型的 但有很多珠寶 要穿很高的高跟鞋 現在的Events 其實越來越Casual 其實這幾年裡面 Events 很多人都甚至穿球鞋 當然球鞋 不是白飯園的球� 譬如你 萬多元的Roger VBA的球� 有紫的 有Crystal 其實這些已經很去到Events 但在那時候 例如你 萬多元的Roger VBA的球� 有紫的 有Crystal 其實這些已經很去到Events 但在那時候 前面的人穿球� 去Events 所以你會看到 其實這個世界 是趨向簡約 趨向簡約的時候 我覺得連妝 其實都應該是簡約 我其實是 這幾個月 尤其是這一個月 其實是很 連眼睛都不化了 真是一個很淡的妝出街 我發現很平如潮 除了葉朗晴大讚之餘 我有很多朋友都說 Sharon 你的氣息很好 你的皮膚很好 很滑 很有光澤 很blink 氣息好 氣息好 別人肯定覺得運氣好 其實是這樣的 你試試臉暗啞的那些 真的不要說什麼 你真的 走運都難 所以就是 最近我在ViuTV的一個 發布會裡面 見到鄭安琪 鄭安琪也是 她上鏡化妝 都是非常之淡 跟我現在的東西是差不多 當然她就會再多一點 比如眼線 眼睫毛 那些 因為始終你上鏡 是要有些痣痣感 才會見到輪廓 我平時 如果我出街見朋友 其實基本上這樣就已經很夠 如果我要上鏡的話 當然要多一點 多一點 就像剛才這樣說 你要做一些眼線 然後做一些眼睫毛 突出輪廓 但是 基本上我是完全不擦胭脂的 Shading 那些都沒有 那為什麼可以這麼把炮呢 第一件事就是你發覺 第一 現在的world trend就是 輕簡約 衣服打扮都簡約 沒有理由你穿得很隨便 上面一個籠裝 而且越青妝 我的朋友跟我說 感覺越年輕 覺得越有氣質 當然很多人都讚我 尤其是我戴過眼鏡 你們會覺得很有文青的感覺 本身of course 我自己也很有文青的感覺 但是 現在整體的打扮 其實感覺就是更加很清新 比別人覺得是年輕 甚至有一個朋友 有一位男士就說 她說 Sharon 我看你的影片 她說真的很好看 她的樣子很優秀 原因就是 你這麼少妝都可以很上鏡 她說是對的 她說是老的才是化龍妝 其實也是 如果你的皮膚有實力 皮膚的實力是光滑的 又沒有斑的 你又夠光澤的話 這個就是你的實力 是不是你的皮膚實力 你有皮膚實力 當然是展示出來 給別人看 你的皮膚多有實力 是不是 你沒理由 找些妝去遮蓋 所以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 如何建立你的皮膚實力 這個很重要 尤其是女生 你要有好的皮膚實力 你化妝濃又可以 淡又可以 但如果你沒有的話 你怎樣都要 你怎樣都要僅健的 你怎樣都要厚粉的 因為你有很多遮瑕要遮 起碼我是不需要遮瑕 完全沒有斑 有少少雀斑 但那些少少雀斑 我覺得是OK的 一個人太完美 就會假的 少少雀斑 就是少少瑕疵 那件事就更加真實 是更加吸引的 如果你很大的雀斑 那些也是死的 那些也是要遮 但是有少少瑕疵 其實那件事 比人覺得更加舒服 更加真實 我們是不需要完美的 完美是太累了 所以我們聰明的我們 尤其是讀書頻道的大家 你聽我說了這麼久 不需要追求完美 八十多就已經很好了 否則是找自己來玩 所以其實這樣已經很足夠了 這個皮膚實力 足以很印象男士 你都很印象女士 那這個皮膚實力是怎樣做成的呢 當然 第一件事就是你的生活習慣 這件事其實都已經說了很多次了 我也不再說了 最近其實我是有一些發現的 即是有一些產品的發現 還有一些我自己覺得必須要用的東西 你一定要有一支這樣的 你看到嗎 有一支這樣的 又不是針 因為它這個頭是這樣的 有些就是一支針 這些是沙沙有得買 不知20元便有了 那我其實是 我想我已經起碼有十幾年沒有做臉 那沒有做臉的時候 你自己怎樣清潔呢 首先第一件事 我吃東西本身就不是很 我吃東西吃得很乾淨 其實你皮膚 其實你人吃什麼呢 你的皮膚就會顯露任何事情 即是你的外表 其實已經說了 你生活得好不好 你生活得快不快 你有沒有運行 其實你的狀態 人一看到你的樣子 其實已經知道了 所以其實所有事情 都會在你的面上反應 在你的皮膚上反應 如果你的皮膚好 除了生活習慣要好之外 你吃東西就不要亂來 即是吃得盡量清一點 那我呢 就是加多一支這些東西 那其實呢 這個呢 尤其是戴口罩的時候 你會發現這些位置 這些位置 是很容易有粒粒的 是很容易有油脂粒的 那我有一次 見到有一個朋友 其實是吃飯 但剛巧他站一眼燈下面 即是如果你不在燈下面 其實你沒有那麼清楚 他站一眼燈下面 那我就發現 嘩 即是一嘴都是油 其實他就不是吃了蜜蜜 但是很多時候 每一個人吃東西的時候 不是很覺得 其實可能有很多油 那些東西 其實是淺了出來的 但你自己看不到的 即是不是電視食神那些 嘩 成劈豬油那些 不是這樣 但其實都會淺了出來 那其實這些 就很容易就造成 即是嘴這一邊 整個圈有很多粒 即是這些位置會有很多粒粒 那我自己呢 就一定要磨砂 即是磨砂 磨砂 磨完砂之後 你塗 即是你塗cream 其實我是這樣 皮膚一定是向上 這樣塗 即是你不要向下 向下塗 向下塗 就真的 Sorry 你一定是老虎狗 這樣塗 一定是向上 那我自己呢 是特別會推一下這些位置 我就很怕摸到一些東西 是硬走的 一硬走 真的很明顯 你這裡裡面 有很多些油脂粒 那我平時有些什麼做法呢 那我現在有兩個做法 第一個呢 就是我有用這一隻的果酸 這一隻呢 就是Globiotic的一隻的果酸 那這隻果酸呢 其實是很棒的 因為呢 我過去呢 其實就很怕用果酸 因為我怕傷皮膚 因為我的皮膚很薄 你看我這些位置 其實全部都很薄 有時候呢 天氣呢 如果是 例如是 例如是乾燥一點 我會有些 血管 你會見到的 所以就 我很怕用果酸 但是呢 你就會發現 現在的社會污染得這麼厲害 其實你完全不用果酸 又不行 但是不要用一些膩膩的 那它這一隻 Globiotic這隻果酸 它的好處呢 是什麼呢 其實呢 驚訝 它是 不膩 完全不膩 還有呢 它是有少少潤的 就是我現在呢 就是 基於 亦都 開始大 開始大 還有呢 周圍的環境乾 我是做所有事情 的大前提 必須要潤 就是如果那些 很乾啊 很 綠原性的那些 我不用的 因為太乾 完全不行 而這隻果酸呢 其實它是有些潤的 就是它神奇的地方 就是有些潤的 那我一個月呢 其實就大概是用一次的 所謂的一次的意思呢 就是一個 你當一個 就是用三天到五天 但是我是只需要用三天的 除非你的臉 那些的 死皮 很多 你的臉 可能去完一些 很髒的地方 那你就可能用五天 那因為我皮膚薄 還有因為我 清潔得好 那我其實不需要用五天 我大概就是用三天 左右 那我在這些位置呢 我就用多一點的 還有呢 頸 其實頸呢 尤其是我們用電腦看書 其實很容易有頸紋 一有頸紋 那就浪費了 你記住你要照顧頭 不是只照顧這裏 你要照顧這裏 就是如果你的臉很漂亮 但你頸很多紋 那你都死了 它是很肉酸的 告訴你 頸紋沒得搞的 所以呢 我呢 擦任何 因為頸這裡的皮膚又粗一點 沒有這裡那麼薄 所以擦這些的果酸呢 我會擦多一點 在這些位置 尤其是這些容易有摺的位置 我就擦多一點 向上推 向上擦 其實它是這個 換皮的 但是呢 它這裏的果酸 它的好的地方呢 就是 它一點都不膩 還有它有少少潤 它是幫你去到很多細紋 去到很多角質 去到很多死皮的陰暗位 它可以去到的 然後呢 我就用這一枝神奇的 這一枝 你看到嗎 頭是這樣的 它是很幼的 一個鐵圈 然後呢 我就會沿著這些 我摸到有凹凹的位置 我就會把這些東西 全部擠出來 擠出來 我這個動作呢 其實我是接近每天都做的 是不是很瘋 其實不是 我告訴你 就是你春風吹有新 你以為你今天擠了它出來 搞定了 一個月之後才搞 一個月之後才搞 太遲了 它呢 其實是每一天 皮膚都有它自己的排泄 就是它每一天都會有些分泌出來 如果你一個月才搞 就是做Facial的人 一個月做Facial 兩個人做Facial 不行的 其實呢 Facial就不用每天做 但是清潔就要日做 我可以當是清潔的 一個月我就用一次 這個果酸 因為你怎樣都要 皮膚呢 那些死皮 角質你一定要去的 但是你又不可以去得太勁 你去得太勁的話 你的皮膚就會太薄了 太薄的皮膚呢 其實是很敏感的 有很多問題會出現 所以 所以好像 例如髮型師跟我講 Sharon你游泳 你一個星期游兩次水 你游泳那天 你不要洗幾次頭 你不可以在泳池洗一次 回到家又洗一次 你皮膚會很乾的 你一乾 皮膚一乾 就會很癢 一癢 其實你就會敏感 你會有很多的問題 所以 其實皮膚 無論面也好 頭也好 你不可以令到它太Fragile 果酸呢 我完全推薦大家可以買 待會給你們一條連結 這一款 我試過以前用果酸 有些很不好的經驗 就是因為太膩 很急 它這款完全沒有 你完全可以信任 你就把它塗在一些 最容易有死皮的這些位置 這些位置 鼻這些位置 這些位置 這些位置 然後頸 你就多塗一些 一個月你用一次 每次你用三天到五天 就是根據整個狀況 我自己只是用三天 因為我不要皮膚太薄 因為我本身已經很薄 然後我就每天就加這一支 然後把所有皮膚的分泌 總之我一摸到 我真的 總之摸到任何突出的東西 我都很敏的 然後我就把它 這個 全部清掉出來 全部清掉出來 很有效 這個是非常之有效 因為你任何皮膚 如果它裡面有一些 骯髒的東西藏了的時候 那你就很大問題 因為它會發炎 它會發炎 另外一個就是 如果你的皮膚底部是好的話 即是我不斷跟大家說 你皮膚有實力的時候 你本身是很水潤很滑的 沒有暗瘡的 沒有印的話 其實你已經很足夠了 你化妝 是真的可以輕輕輕輕 即是給別人看你的廬山真面目 給別人看你的氣色 即是好像我以前 都經常聽我舊老闆 即林先生都說 他們以前去見這個 診白 即是診白過身很久 即是國內 他就是要你一起來 洗完臉 擦完牙 完全沒有make up 那個樣子去見他 因為這個就是你的氣色 即是之後 如果你化妝 其實看不到那個樣子 因為那個已經不是你 你真正的樣子已經適合了 所以如果你的狀態好的話 其實真的不怕小妝 即是你想想是可以多麼blink 那好了 你說令到皮膚 即我有些朋友 即是女生朋友都跟我說 皮膚哪有你那麼光 哪有你那麼水潤 其實是有些方法的 這個就是我另一支介紹的 就是這個GLOBALTIC 這個GLOBALTIC 這個GLOBALTIC 這個其實就是一個cream oil 這個cream oil 就正如我這樣說 即是你塗一點就是下手 其實你會見到 其實你以為它有色 但實際上是沒有色 因為我很怕 我平時洗完臉 洗完涼 我都會塗一點的 我會塗一點 我很怕有色 會不會塗到枕頭 會塗到床鋪 完全沒有的 我證實 因為我睡覺 雖然我經常教你們養睡 但其實我經常都做不到 我經常想養睡 其實結果我就會打折 所以是沒有塗髒的 所以這隻東西是沒有什麼色 你平時都可以用 如果你到街上 看長戲 其實你不用化妝 即是你打這個底 其實就已經夠了 因為它其實是 改善你皮膚的顏色 即是它是令到你的色彈 是可以很平衡 有些女生 就是 我都很明白 譬如這些位 那些紋的 苦紋位 是特別黑的 那 怎麼搞呢 第一件事 我覺得你們 盡量 將角質先去 先去 即是將角質先去 還有 令到你的臉 可能有些太久的死皮 角質塵 太厚 那它就自然會黑的 那你要先做這件事 然後呢 你就塗一點粉 粉 怎樣都要塗一點 不可以完全不塗 因為其實粉底 都是一個平皺 即是保護你裡面的皮膚 那你只要化妝 化妝其實是不會令你皮膚擦的 完全不化妝 我亦都不看到你皮膚好幾多 所以我覺得 女生出街 是不化妝 我是完全不買的 那你那個粉底 混這一隻 混這一隻 那就 Depends on你想要有多shiny 那你就自己亮 你自己亮 接著就塗勻它 這一隻呢 其實它的好處 除了它是 可以平衡你的膚色之外 其實它是有益生菌的 益生菌 其實之前 我也跟大家介紹過 即是這個Global 因為其實我跟你們介紹完之後 基本上就是 全線的產品 其實我都用完了 那它的益生菌 我是用了 年多 年半 起碼 它的益生菌 其實就是一個很 stable 的益生菌 來的 不用放進雪櫃 它不是 active的益生菌 但是它真的大大改善你皮膚發炎的狀況 其實你所有的色斑暗瘡 紅斑 痘痘 所有你皮膚上面的 你不喜歡的那些狀況 都是因為你皮膚發炎 那以前呢 如果你COVID的時候 你戴著這個 這個 這個 戴著這個 這個 戴著這個Mask的時候 你當然 其實是 又焗 又濕 又有油 是特別容易的 那你現在呢 除了口罩之後 這個狀況好很多 但是整個環境是污染的 是不是 就是周圍又有車 又有塵 又有曬 其實這些都會令你皮膚發炎 所以其實 整個Globalotic的產品 那個好處 其實我自己都覺得是 越用越好的 就是它有益生菌 它將你一些好菌和不好的菌 平衡了 還有它強化了你的皮膚 令到你的皮膚 是減少發炎的機率 你減少了發炎之後 你就會少了很多色斑 痘痘 暗瘡 無緣無故有一疊紅 一疊腫 這些情況 所以 其實它是 沒有發炎 那你沒有脫水 脫得那麼厲害 就是你沒有脫水 脫得那麼厲害 而且你沒有脫水 那你皮膚可以鎖到水 你鎖到水的話 你皮膚的感覺上 你就水潤了 就是你不會是一個老化的皮膚 老化的皮膚就是看下去 暗啞沒有顏色 鬆有紋 那這些狀況呢 其實你是 除了生活習慣之外 其實 Globalotic 其實我覺得是做得挺好的 就是 起碼我用了這年 年半兩年 差不多 就是 真的 皮膚是很好 現在你沒有帶 面膜出外 十個 有十一個 都說Sharon 你的皮膚就是很好 好之餘 最重要是有 有色彩 就是有光彩 就是有光彩 這件事 那 這件事很重要 真的 別人跟你合作 看下去精神爽力 是不是 你合作整個機會都大很多 是不是 大家第一次見 這個 純粹說過的 感覺 正不正 那個感覺很正 就是 合作機會都大一點 所以我覺得 皮膚的底 其實大家 真的要好好地去 這個 很重要的事情 千萬不可以忽視 不要以為我 我就是靠 合作去掌握 可以不可以 這樣就不行 這次 其實都是 Maggie 很推介 其實我覺得 Globalotic 我都很喜歡他們 就是因為 COVID的時候 其實 Transportation 是很貴的 所以那時候 他們的價錢 相對是高了一些 不是叫高了一些 因為 隨著Transportation 貴 所以東西還要貴 但是現在 所有東西正常化之後 就是它自己會減回 你哪有人加了之後會減回 所以我覺得 其實我對這個產品 就是Globalotic 其實是挺有好感的 他是第一個告訴我 其實原來化妝品裡面 是會有一些刺激 賀爾蒙的東西 因為我是不可以 我完全不可以的 我是不知道原來化妝品 都有刺激 賀爾蒙的東西 他這個產品是完全沒有的 我覺得他們很老實 還有 他益生菌 這件事 其實我是很印象的 因為我自己用了 都是年紀兩年 就是全條線都用了 其實這個 其實我之前都 之前已經用過 不過是上次他們 我沒有特別和你們介紹 但是今次就是 因為我會和大家介紹這一款 原因就是因為 有很多朋友跟我說 你皮膚很水潤 很光澤 其實你怎樣做得到 這個原因就是 因為我打了你的底 哈哈 本身都好的 是不是 本身都好的 如果你不好就打 打什麼都沒有 所以現在他們這一套 其實你們可以 就是 Dude這個QR Code 他們現在是做一個 很好的 一個 Discount給大家 所以你會看到 QR Code 這是一個Pack 這樣賣的 而另外 就是 他們之前和我說 我很早之前 是幫他們介紹 叫做這個 早A曼絲 這一套 他說 已經隔了這麼久 幾年半 他說 還有很多人問 所以這一套 就是繼續 如果你用我 這個QR Code 我們今天這條影片下面 都會放在他們的網站 這個就是 張寶華 YouTube Channel 粉絲們的 專屬的連結 這個產品 他們都是一個 七七字 特別的Discount 給大家 所以大家就可以 上去買 限時的 應該是 有一個限的時間 所以你會瘋 那個時間 你就很好去買 當然 剛才我這樣說 就是 這一套 是我現在的 淡妝 這個完全淡妝的 黃牌正在用的產品 一個月用一次的果酸 這些是很mild的果酸 裡面有杏仁酸 和水仁酸 成分非常mild 但是它的果酸 剛才忘了告訴你 那個好處是什麼呢 它是除了和你去角側 其實它是深入你的毛孔 將你的油脂 推出來 所以 有些人 就經常會跟我說 很怕溶泉 因為怕痛 唉 很少而已 其實女人這個世界上 最不怕痛的動物 女人怕痛 就生不了兒子 不好意思 其實是少少而已 不過如果你真的 很怕痛的話 你就用多一點這個 總之就是 將你裡面的髒東西 推出來的 你髒東西在皮膚裡面 你怎麼都不會漂亮的 因為它會 一直會發酵的 是不是 好了 清妝 要一個漂亮的清妝出街 其實我想跟大家說 很重要 就是關於唇膏 唇膏過去那三年 你又完全不用用 所以那時候好笑的 如果我去任何櫃檯買一些 買東西 他們都送唇膏 送唇膏 因為沒有人要的 再 它都有一個 就是 expiry date 有個 expiry date 那個 expiry date 其實就沒有什麼所謂 但anyway 就是 免得過期 所以就送給人 但是呢 其實呢 我想說現在呢 女生一枝唇膏是很重要的 你們怎樣都要 起碼 我是有一盒的 唇膏 是很大盒 什麼牌子都有 什麼顏色都有 但是呢 其實我現在最fancy用的呢 是一隻玉色 這一隻是深一點的玉色 是mag的 那玉色為什麼這麼重要呢 如果你的臉完全是一個 沒有什麼顏色 是一個很油 就是一個皮膚色 你沒有上面加任何色 因為好像我這樣 所有這些 shading 沒有 胭脂什麼都沒有 在這樣的情況下 首先你要有一支 玉色的唇膏 玉色的唇膏 是接近你皮膚色的 那這一支呢 你不要就這樣塗下去 這樣就這樣塗下去 你的樣子好像 病一樣 因為 會太寡 你想一下 畫畫一樣 你當畫畫 畫畫成份 都是一隻色的話 你沒有highlight的話 你是不會有這個輪廓 不會有陰影 不會有突出 凹凹的感覺 所以你必須要幫你的臉 做一定的輪廓 而這支 玉色呢 其實就是 必須要有 任何女士 必須要有 如果你想要化淡妝的話 你必須要有一支 NUDE的玉色 是你皮膚色的唇膏 任何牌子都可以 任何牌子都可以 那一支是用來做什麼呢 是用來調整你的顏色 你那天穿了不同的衣服 譬如我今天穿了一件白色的衣服 那我的唇呢 其實就不需要那麼紅 因為本身呢 白色都可以 即是打到臉色 打到你的臉色 都可以glow一點 所以你就要有一支 譬如是鮮一點的顏色 我都是順手拿出來的 一支是鮮一點的顏色 然後呢 一支是深一點的顏色 其實都是順手拿出來的 那這支顏色呢 和這支顏色呢 其實是兩個很不一樣的pilot來的 一支是很紅的 一支是暗的 是近啡的 那你呢 就可以 即是起碼要有兩支 有三支 即是起碼要有這三支 就是深一點的 這個鮮一點的 和一支肉色 那你呢 其實是用來做什麼呢 就是用來調整你的嘴 應該是什麼顏色 隨著你穿的衣服不同的顏色 你就要去調整 那你可以試一下 一支光一點的 塗到嘴上 然後上面混一層 肉色 又或者打了肉色的嘴 然後輕輕塗一層 這個鮮色的下去 那你就會發覺 咦 我今天穿一些 這個紅色的 這個logo是紅色的 那發覺呢 原來呢 塗一個太深的顏色 其實不是很好看的 於是呢 我就放一支光一點的 鮮一點的顏色 那但是呢 如果一個紅嘴呢 就很肉酸 因為你沒有什麼妝 你沒有什麼妝的時候呢 你完全有一個很厲害的紅嘴 聞到什麼都看不到 就看到嘴在那裡走 是很肉酸的 所以呢 其實如果你沒有化一個 就是 你可以 都依然是一個很淡的妝 但是 如果你要塗一個更厲害的嘴 你的眼睛一定要有 譬如你畫了眼線 你要做完眼睫毛 你的眼睛是要被人看到的 不是一支完全 什麼都沒有化的 一支眼睛 加一個鮮紅的嘴 那你就不會很噁心的 就是只有一個嘴在那裡走 那如果你再化了眼 就是有一定的 就是在眼睫毛 在眼睫毛 可能眼睫毛 Eyeliner 那你就可以加一個更紅的嘴 那其實那個妝就已經很完整 很漂亮 那如果你那天穿一些深色的衣服 那你就必須 就是一支 這支肉色 戴一個底 然後呢 就試一下加一支深一點的嘴唇 那看下去 那看下去呢 其實有幾酷的 就是你可以一個很 就是如果你紅一點的嘴唇 的時候 那就可以可愛一點 就是比較少女一點 如果你這個深一點的嘴唇 看下去呢 就會比較酷的 那你是不是看你 其實三支嘴唇 可以走天下的了 就是其實已經絕對 夠你招呼你日常的上班 除了去Events 除了上鏡 I mean 就是打光燈那些的上鏡 其實已經很夠了 那所以呢 說到尾 就是你說 嗯 我覺得 其實有很多東西 就是 小小的就已經夠了 就是太多 就已經是over了 尤其是現在這個世界是簡約 所以建立你的皮膚實力 跟建立你的讀書實力一樣 是這麼重要的 好啦 那大家就是可以 再一次 如果你們有興趣的話 就可以現在按這個 就是scan這個QR Code 又或者是 按我們的連結 你們進去自己搜尋 這個 是他現在做的 這個special Package 就是 我們這個YouTube Channel的所有粉絲 而這個 因為上次我介紹完之後 這個做A萬絲 大家都很喜歡 這個呢 都是繼續有一個special Package 是給我們這個YouTube Channel的粉絲 當然 在這些產品裡面 你們想要有 進去 是special Package 是七幾折 現在是很划算的 七幾折 如果你們有其他產品 你們想要試的話 你們歡迎自己去 搜尋 這裏是GlobalOptics的網站 還有我也很開心 因為我老友Maggie 他們 未來六月份 會在Halfinic 那裏 開櫈 金鐘 不 sorry 是Landmark的Halfinic 他們會開櫈 到時我當然會去害他們 真的很開心 因為是一個 很有心機的產品 還有我覺得 很有社會道德 即是它 Transportation高的時候 它貴一點 Transportation fee 減的時候 他們又會減價 現在真的沒有人會這樣做 尤其是現在社會經濟 難生意難做 每個人搶錢 加了怎麼會減 加了你不用知道它會減 所以我真的覺得 我自己很喜歡這個GlobalOptics 到六月開店的時候 再Hats up你們 下去試一下產品 我當然去撐一下牆 好了 今天講到這裏 遲些再跟大家聊 拜拜 好